有感于疫情期间血库存量不足 花联邮局8月份再度号召花联港务分公司 以及港区各机关单位 12号上午在国安邮局前举办了捐血活动 而接下来从8月22号起一连五天 也将在花联捐血站发起一连串的活动 欢迎民众热情响意捐血 展现捐血一带救人一命的爱心精神 有感于疫情期间血库存量不足 花联邮局在8月份再度号召花联港务分公司 与港区各机关单位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捐血量能够提高 那除了今天这个活动以外 我们在8月的下旬在捐血站 还有持续一周的这样子一个捐血活动 花联捐血中心表示 虽然目前的捐血风气少有回稳 但血库存量还是有些许不足 现在呢整个那个安全库存量大概就是3下6.5天 那其中是A型是最缺的 这5.5天左右 那其他的血型呢大概就是6到7天这样子 那这个是整个北北基宜化的一个血量 但是我们花联地区呢 因为可能就是暑假大家就是旅游潮有比较增加了 那民众呢可能都去外地旅游啊什么之类的 那导致我们花联呢7月跟8月真的是用捐血量 这是严重的低于我们的那个安全库存量 那也少于我们的医院的需求量 那我们在7月份呢 像台北捐血中心呢掉了1000多袋的血 那本月份呢1到10号就是10天内呢 也跟台北捐血中心掉了500袋的血 真的是急需我们花联乡亲 自己站出来踊跃来捐血 来救助我们自己花联需要用血的乡亲 为了响应捐血 花联港警总队除了号召同仁们到场晚修热捐 也在现场进行业务宣导 我们每年固定都会跟花联邮局 还有港务分公司 还有东部航务中心 一起来响应捐血的活动 那也顺便办理我们警察的本身的业务 包括正风 反诈骗 反毒的宣导 一起来响应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有意捐血的民众除了在12号 可以前往谷安邮局之外 接下来从8月22号开始一连五天 在花联捐血站也会发起一连串捐血活动 欢迎民众热情响应 展现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爱心精神 记者徐立芹 花联市报导